沙特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焦点战王一迪对阵伊藤美成 王一迪对阵伊藤有着战绩上的优势 两人也都不会参加巴黎奥运会 所以此番对决也确实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尽情展现自己 王一迪一上来压制了伊藤 11比5先升夺人 第二局伊藤美成有所反扑 但王一迪依然11比8拿到两局优势 伊藤美成在第三局11比7追回一局 找回时期 第四局也一度10比7获得追平比分的绝佳机会 此时的王一迪却表现稳定 迪破伊藤美成连续犯错 不仅挽救了三个局点 还一股作气连得5分后 12比10完成了逆转 1比3落后的伊藤美成反而放开手脚 没有放弃的他11比9 11比6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的对决 王一迪在落后的情况下发力连续得分 最终4比3惊险晋级4强 接下来 王一迪将迎来国平内战